卡米蒂喜劇俱樂部推出的作品 OZ綠野先宗 結合了音樂劇跟脫口秀 用搞笑喜劇的方式 以現代觀點重新詮釋綠野先宗 這次還邀請了台北電影節 最佳女配角張詩盈 來演出反派角色 黑女巫 卡米蒂喜劇俱樂部二度扳演OZ綠野先宗 讓觀眾在熱鬧的歌舞跟脫口秀中 跟著主角陶樂斯一起進入冒險王國 導演張碩修說 雖然這是快要一千年前的童話故事 但原著裡描寫人對夢想的渴望 也許現代人早已忘記 以前大家不會去強調 人的價值或夢想 可是綠野先宗就在講追求 然後尋找自己的缺乏的東西 那個東西對我來講 這個戲的價值就是 讓大家再去想想自己的起點 自己要走什麼路 就是自己的黃磚道是要通往哪裡 然後每個人的勇氣 每個人的希望跟夢想在哪裡 張碩修說綠野先宗 跟中國的戲友記很像 陶樂斯帶著夥伴去冒險 而獅子 稻草人 機器人 性格很鮮明 跟唐森帶三個徒弟去西方取經一樣 所以他把戲友記橋段融入作品 甚至讓演員跳脫扮演的角色 用本尊身分相互開玩笑演出 我可是主角之一機器人啊 哦 出八戒 誰是出八戒啊 你還以為真的是西方取 那你就是燒不盡了 我是稻草人 哎 剛好笑 你是陶樂斯耶 不要亂講話 你們兩個明明也是 東旭德大教博士啊 誰是脫口秀巨星東旭德 巨星 我是機器人啊 小姐 請問你貴根啊 陶樂斯是二十一歲啊 哦 那阿喜呢 哎 有什麼關係啊 哇 是二十六歲也二十一歲 我會變成吃力啊 除了大部分原班人馬 再次攜手合作外 也邀請劇場演員張世穎 演出大反派黑女巫 從來沒有脫口秀演出經驗的他 排練期間一直無法突破 坦言非常緊張 你是好女巫還是壞女巫啊 你說呢 這次音效又很快 好做哦 育爺說天命之女會在這裡出現 會破壞我一桶奧茨盒的大眼 就這傢伙啊 白衣服 遜卡 像現在只要跟人家聊天 就會想盡辦法一直在找根 一直在找根 想盡辦法一直在做一些 看能不能激出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是隨性的 然後也看了一些脫口秀的段子 然後去找每一個人的特色是什麼 然後試著找出自己的特色 他不死 看殺死 這片土地叫做二子 我明明 玉野欣宗在歌舞笑鬧間 提醒觀眾要隨時想起自己的夢想 充實可能已經失去的勇氣 我不是一個人的 我不是一個人的 寝上我的心